瞧瞧 這裡真的好像荒島 每天都在尋找食物 對 在荒芒人淹的外山頂洲 要如何活下來呢 需要的就是這一個 晉級的飯糰 今天要去一個地方叫 外山頂洲 那這個地方沒有什麼方便可以 去買東西吃的 所以這座有準備這個飯糰 那等一下我們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大家一起吃的 OK 這樣就完成了 早 早 早 要睡飽嗎 要 要睡飽 好 OK 出發 請說一個指令 播放晉級的大叔 環島旅程的第二站 我們要踏上外山頂洲 外山頂洲是台灣沿海最大的沙洲 但是因為沙緣減少 面積逐年縮減 五年之後 可能就會淹沒在大海中 成為消失的國土 我們現在要去外山頂洲的路上 來到東石鄉 對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這邊好多屋頂好低喔 喔 因為是靠近餘溫嗎 抽地下水 喔 所以造成異城下限 有 其實我剛好看到那個電線感 在泡在線裡面 換個頭來想想 其實這是 我們很多人也是為了要工作啊 為了要生存 還是要賺錢 還是會有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所以 這個東西我覺得很難講啊 這個地方是東石嘛 東石 那我聽說這邊是那個 Oyster 那個殼 Oyster 好吃啊 所以講到食物 那個唾液 分泌得非常嚴重 對 拿著 對啊 我也是 它的殼比我想像中的大耶 對啊 我現在一直在流口水 這樣可以吃嗎 可以可以 下的話差不多六七分鐘 然後主要做客人要稍微一點 OK 所以還可以依照客人 幾分熟 可以吃 但是很燙喔 一口塞不下 你知道嗎 你講不出話而已 我從來沒有吃過 就是六七分熟的 六七分熟 它把它的那個 汁啊 全部保留耶 有沒有很感動 是不是一種感動 很有海的味道 好好吃喔 我的媽啊 開動 有一個很濃縮的啊 就是烤過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調味料 對 但是已經有這個很濃縮 那個海鮮味 所以多什麼都不用 直接烤水已經進來 這個叫什麼 煎荷包 五仔二仔糕 在我看來 它就是一個巨無霸煎餃的狀態 它裡面還有蛋 有高麗菜 韭菜 冬粉 然後有鵝啊 吃這一顆CP值很高耶 很燙 這個那個水餃的感覺 但是有炸過的 還有裡面有那個薑嗎 還是有 有薑嗎 好像 其實以前大部分都吃鵝啊煎 第一次吃到這種感覺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很好吃 果然還是產地直銷的最好吃 鵝啊是東石居民 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小學生到老人家都會剝鵝啊 我們的ROCKER大蘇珊哥 對於波鵝啊這項技能 有著高度的興趣 我在圖上看到的就是這個 對 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 可以啊 放下來 這不要牽著公司 阿姨還有破例 我直接用命令的 你已經開始就對了 我會耶 這個是嘴巴 這個是嘴巴 這個間接的地方是屁股後面 你抓環了啦 薑哥 這樣子 對 那他在這裡喔 不是不是 他嘴巴在前面 沒有 你抓環了 對對對 他嘴巴在前面 抓這邊 不是 這邊會抓 對 對 不是 這裡 不是 這裡 對 有 有 但是那個借點是這邊 我就抓不到 你的那個 你的手手手線上的抓 所以一定要這樣 進去 對 這樣 不是 不要 死上第一波 會嗎 會了嗎 我弄兩個阿姨 大概都20嘛 好 這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很習慣啦 你有撥過嗎 你有撥過嗎 手面好像笨蛋 對 這個可以生吃阿 那我試一個 這邊有點緊張 這邊有點緊張 我們剛剛那是六七分熟的嗎 對 這是零分熟的 生鮮 他在動耶 好吃耶 這樣子我可以吃好 好緊耶 我剛剛大概就吃掉了 我在這邊 坐一個小時的工程 照我們這種速度 可能播到明天都播不完 我想我們還是別打擾阿姨波爾阿了 吃飽力氣足也該出發了 想要前往外傘頂洲 最快的方法 就是到附近的漁人滿頭搭船 只要海上良好不起浪 就能一探外傘頂洲的樣貌 如果再一個兩個小時 我搞不好我們全部人都拍在桌上 對 誒說實在我到底還有多久 外傘頂洲 我們出來有多久了 有沒有半個小時 差不多有半個小時 那我去問一下船長 好啊好啊 我需要扶一下 船長 嗨 我們從出航到外傘頂洲 通常要花溝酒時間 至少要五十分鐘 但是因為今天西蘭汽油比較強 我們時間可能要多多二十分鐘的時間 船長可以邊跟我說話 然後邊控制船舵 超強 我們在來之前 我就有聽說其實外傘頂洲 是一個很珍貴的地方 它珍貴在於 它已經快要消失了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們外傘頂洲的行程 因為上游很多西游很多河 所以會從上游漂游這些沙岩 累積到外傘頂洲 那外傘頂洲行程以後 內側就形成了一座 一萬五千公頃的海洋牧場 而且這裡喔 鴨魚線完完全全沒有公堂 沒有被水的屋台 所以這裡是目前台灣本島的河岸 唯一可以生死的 但是每一年東五節過 到中九節都有颱風 所以南瓜北朝以後 外傘頂洲漸漸消失掉 最嚴重的就是我們的六金麥寮 興建以後阻擋個沙原 因此外傘頂洲漸漸變成一個地平線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大自然 真的很重要 船長說 以前遠遠的就能看到外傘頂洲 現在只有在退潮時 才能目視沙洲的位置 外傘頂洲因為沒有住家 船長生怕我們餓著 特別停靠在他的磕棚 踩了一串鵝啊要我們帶著 以北不時之虛 我們船已經在轉了 對 我們差不多有一個多小時了吧 對 有一個多小時 對... 到底在哪裡耶 欸 這個啊 就是這一片喔 就是外傘頂洲 它真的比我想像中的要大片很多 但有可能是因為現在 退潮的關係 對 船長說漲潮的時候 有一大部分都是 都在水裡面的 都不見的 像這樣啊 就是一小片地的 現在是因為退潮 它才露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 我們要登入這塊就對了 沒有 今天你是在這邊錄影 我明天早上在賽地 剛剛聽船長說完啊 我覺得在這裡餓不死耶 一直吃蚵仔 對 他說在這裡的蚵仔 你在士林吃的蚵仔間啊 你在通化街吃的蚵仔間啊 都是這邊來的 搞不好都是從這裡來的 到了 搶灘 搶灘 我們來喔 好 謝謝 還溫暖耶 其實在海裡面的那個沙 沙是熱的耶 對 而且這個沙也 很鬆 怎麼可以陷得這麼深啊 對啊 我現在懂 為什麼他們說 沙只會被沖走了 因為這個沙 太狠 並不紮實耶 嗯 我不知道你們拍會拍得到 可是你看 我踩下去 腳就不見了 對啊 馬上不見了 這裡真的好像荒島 就是 我們三個好像來這邊過整個 的感覺 對啊 這為什麼是一顆一顆的啊 對啊 反正我覺得這是螃蟹挖的 好特別喔 我的媽啊 哇 欸 這麼大的啊 這個超大的 裡面一定會很大 這個一定超大隻的 嘿嘿嘿 我跟你講 這裡怎麼沒有 這裡一定看得到夕陽 呵呵呵 一定的啊 你不會被任何東西擋住 這裡一定看得到 一定的一定的 船羅尼我們跑掉了 欸 要走了 他會回來嗎 欸 老船長 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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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在那邊 打手機給他 我們一度以為 真的要被船長給丟包了 原來是西南氣流打亂了潮水 船長怕船會擱淺 只好停泊在水深的地方 沙洲的風景很奇妙 有種說不上來的估計感 走在沙洲上 天地蒼蒼 四下無人 真的很難想像 曾經有兩三百戶人家 在這裡安家立民 這感覺我們已經在外面 生活了大概兩個月了 生活兩個月 你今天在尋找食物 對 現在在退潮 現在船能滿幫忙 載我們回去 晚餐就要靠自己來努力囉 所以蛤蜊就在這個下面嗎 要找幾個才夠三個人吃嗎 蛤蜊都是空的 每次一挖都有這麼多的聲音 這吃的寶貝有鬼啦 都是空檔喔 啊 有啦 來 喔喔 這裡也有耶 哇 這麼多個 Are you serious 欸 他們的size真的很大耶 比我們一般吃的要來的大顆多了 這沒有耶 奇怪 我都一直聽到 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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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沒有 因為沙緣減少 漆地改變 朝間代 原本垂手可得的文革 感覺比鑽石還要稀有 還要珍貴 今天的晚餐 大家就湊活著吃吧 這樣可以嗎 那差不多啦 這個也好 反正我們那個 東西也不夠 挖到了 什麼 東西根本就不多 我先 那個什麼 拨蓋好了 哇 很俐落 欸 還好 你在耶 對啊 我已經餓了 我的天啊 好 那我們就這個等時候 先 早上我做的那個 喔 對 你早上 我聽他們講你早上有做 飯糰 你在做的時候 我應該還在睡 對對對 那這個叫 就是 不用捏 就馬上 那用那個行李箱全都包起來 那就可以做出來 那就可以做出來 那就長得很像那個 三明廚那樣 喔 它是長方形的 我看很多日劇 女生都會做這個給男生吃 哈哈哈哈 今天真是還好你有做 嗯 因為咱們野生求生技能還不夠好 嗯 他媽都好了 他媽都好了 好 這些就這樣吃囉 但是呢 可能表面也要吹一吹喔 這樣子啦 我從來沒有就是 捕獲野生的食材 然後直接吃 最接近的是哪裡你知道嗎 再吊下腸 喔 いただきます はいはい めちゃられどうぞ 咬的時候會カツカツ 哈哈 三哥洗得超開心 沒有 還是洗不掉 嗯 還可以 好吃 嗨 我覺得今天這樣吃 讓我重新愛上海鮮 因為我以前是 不太吃海鮮的 像蝦啊 魚啊 你吃到剝殼 或者是你說這個也要弄殼 我以前就很懶惰 可以吃海鮮啊 海鮮 你說像毛包蟲那個 不用剝殼咬就好 欸 我們邊吃 你知道我們在等什麼嗎 我們背後美麗的夕陽 沒錯 但是 我不知道 是夕陽 下去的快 還是水上來的比較快 有點擔心 因為我們上岸的地方 已經不見了 現在水離我們超級近 差不多還要再一個多小時 但我希望我們還在 伴著美麗的夕陽 在外傘頂中上 鹹化家常 和大叔們 一起在曾經繁華的聚落 留下生活足跡 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如果有一天 沙都真的消失了 這段回憶 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晉級的大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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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